米其林指南又发行新版了 今年只颁发一间 藏在法国阿尔贝斯山区的餐厅 三颗星的殊荣 不过另外有一位 在法国香槟区的餐厅主厨 在不到三年就晋级到两颗星 非常少见 美味的松露是鸡肉的好朋友 所以沾有松露酱汁的鸡胸肉 吃起来更是格外美味 加上美妙的摆盘艺术 光用眼睛看就让人吹咸三尺 这道美味佳肴的主厨就是他 现年37岁的厨师菲利普米勒 他在不到三年内就一路晋级 从刚开始没有星星 到去年的一星评价 现在他更晋级到两星头衔 成为法国的传奇名厨 荣登2012年版米其林指南 而他们的苦心果然也获得顾客好评 食物是很棒的 煮食物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材料 每个课程都会有三、四、五 不同的味道都会变成 无论是前菜、肉排、海鲜还是甜点 创意的好味道 要让用餐的人吃一餐最难忘的 丰盛佳肴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